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李鸿逸的第三份头影片 就是Why Gradient is Small 就是当梯度很小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 就是什么时候梯度很小 那就是当你已经到达了区域最佳节 也就是一个挖地的底部的时候 那这时候它梯度会变0 那这就成为梯度消失 那不只是底部的时候会梯度很小 如果你在安点的时候 它这一点上面它的梯度也会是0 但是其实它还是可以继续下降的 只要你往旁边走 不要一直在这个梯度为0的这边停住 你往旁边走你还是可以往下 那当你在梯度为0的时候停住了 你就会表现就会像这样 你的Loss一直没有下降 那这就是当你梯度已经变0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 那这里已经下降到这里 这不能再下降 这时候梯度通常也是0 那这里会有一些数学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多维变数的胎的展开式 那我们胎的展开式 有长数项 然后一次维分项 二次维分项 这就是那个二次维分项 只是它是多维变数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矩阵的状态 那梯度G是一个向量 那二维的这边 中间的这一个H 称为Hessian 那Hessian它是一个这样的矩阵 它每一个 每一个θi和θj 就是对于IJ Hessian的dij 就是对θi和θj的偏维分 那就相当于 它在展开式单变数的时候的二次导数是类似的 那只是它的IJ不一定要一样 所以它可以是IJ2这样子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只要看Hessian 我们就知道说 它到底会是在区域最大 还是区域最小 还是氨点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在T度为0的时候 这一项就消失了 因为G是0 G是0所以这项就消失了 于是我们要判断 它到底是区域最大区域最小还是安点 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 这一项红色这一项的值来判断 这一项会告诉我们 到底是这三种情形的哪一种 如果今天H是正定的 它所有的特征值都是正的 这时候它是有区域最小值 如果H是负定的 也就是所有特征值都是负的 它是有区域最大值 否则的话有时候它是正的 有时候它是负的 那就代表它是个安点 OK所以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它就画出了这个 到底哪边是区域几小值 哪边是安点的情况 这边当它发现说它的浪达有时候正 有时候负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安点 这个是特征值 我们似乎不是非常必要去害怕安点 因为安点在高纬的情况之下并不会很常出现 高纬的情况之下反而我们会出现区域几大区域几小的情况比较常见 那时候真的就是低度下降法走不了 可是安点的情况在高纬的时候不会很常出现 不过如果你去用程式去判断安点 然后再去走 你是可以往往更低的方向去走 不会卡在安点 如果你特别写程式去判断的话 但是很少深度学习的方法会特别写程式去判断安点 那这边这是安点的情况 但是在更高纬的时候其实它的安点可能没有办法视觉化出来 而且它的长相是不好想象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做梯度下降的时候 它降到这里继续下降 到这里它其实是个安点 那我们要怎么通过这个安点呢 继续到更小的值呢 一个常见的手法是加动量 那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加动量的方式 另外一个是 其实我们如果不要一次把所有的样本都拿进来 那我们每次取的是不同的批字样本的话 那它不会永远停在那里 所以这也有助于我们跳脱那个安点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使用批字的方法 其实它天生就已经可以跳脱安点的问题了 那小批量和大批量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 其实理想上你会觉得好像大批量会很好 可是实验的结果是 其实批量不要太大 然后反而是有一定的批量 但是批量不要太大 它速度快又好 那批量小的话速度会反而变慢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这个例子 这个是 这一个是 只有一个 每批只有一个 这个是每批有6万个 那你会看到它的速度呢 大概在1000格的时候已经到了很好的状态 就是批量在1000格 那也就是6万格要分成60份 来做分批处理 这时候它又快 然后效果又好 那上面这个应该是使用 MNIST手写辨识的例子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批量的大小 我们使用MNIST的话 你会看到批量不要太大 那在1000格左右 其实它的正确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它就是速度也还可以 然后它在训练资料 和验证资料的正确率都很高 那在SIVA的时候 就是影像辨识物体辨识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可能 它在这里就已经不错了 100到1000中间 到1万中间都还不错 所以你可以试着使用批量的方式 不需要一次把全部的来训练 否则它会变得反而效果不好 所以小批量跟大批量之间的关系 那小批量它反而有比较好的效能 然后也比较能够找到好的结果 那这种小批量产生的一些比较凌乱的更新 反而对训练是比较好的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集合像手写辨识或SIVA之类的 100或1000 你可以看到它们在训练级上面的正确率都很高 可是呢 你看到在测试级上面就有明显的差距 小批量的它似乎都比大批量的高上一些 所以小批量在测试级上面常常反而比较好 那大批量的测试级上面反而常常不太好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小批量在这个优化和一般化上面都表现得比较好 那大批量只有说OK如果你记忆体够大那你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 可是你的表现却不是很好 那所以到底有没有办法与熊掌兼得呢 那这里会有一些方法告诉你怎么样子结合两个的优点 另外一个方法要跳出安点的方法是加动量 或挑出平原的方法也是加动量 你这样子在这个安点上面有动量它马上就冲过去了 不会停留在安点 那这里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加动量的时候的状态 那你会看到我们如果梯度往这边 那我们是朝逆梯度的方向前进才会下降 所以它要朝着这个的反方向前进 它就会下降 那如果现在第二次的梯度往这边 那就朝着它的反方向前进就会下降 第三次的梯度朝这边 那朝着这个反方向前进会下降 第四次朝这边就朝反方向前进会下降 但是这是一个完全只用梯度下降 所以它叫vanilla 就是原始的梯度下降 没有参加其他的就是纯粹的梯度下降 那梯度下降如果加上动量的时候就不一样 你看它第一次的梯度在这边 那它是朝反方向前进没错 但是第二次的梯度在这边 它却没有朝反方向前进 它是朝着反方向和这个动量的合成的方向前进 第三次也是它会朝着反方向和动量合成的方向前进 所以当我们加上动量的时候 它的效果就跟原本的只有梯度的情况不太一样 那你每次的动量都会是有前面很多次的梯度 加上某个系数相乘所组合出来的 那梯度下降再加上动量的结果 就比较容易穿过鞍垫 穿过小挖地甚至跑到大挖地去 所以临界点它有梯度为0 那可能是安点或者是区域最小值 那你可以用Hatian矩阵来决定 那有可能透过Hatian矩阵去逃脱安点 但是其实区域最小值 就是在这种高维的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不太有必要 特别去设计陶多安点 用Hatian逃脱安点的机制 那很少人会这样做 那比较小的批量和动量 就可以帮助你逃脱安点 逃脱那些临界点或者是小挖地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三份头影片 当梯度很小的时候该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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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